Hello 大家好 我是雲霸 今天我们来开箱一款JVC的全新产品 它的尺寸非常特别 它是50吋的尺寸 那通常会找50吋这个尺寸 都是因为家里的空间受限 像是电视柜摆不下了 或是你租房子不想买太大 将来不好搬等等的理由 可是市面上主流几乎都是55到65吋 所以50吋这个尺寸很少 而且几乎都很旧款 幸好日系品牌JVC 它还是针对小尺寸推出了新品 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台 JVC 50TG 飞轮体感加AI语音加4K HDR的液晶显示器 它不只操作流畅 全面支援4K HDR 而且还有超好用的体感遥控器 让我大为震撼 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来开箱 OK Let's go 好 接下来我们来一格一格来看 我们先来看外观跟规格 那今天这台JVC 50TG 它是专为小空间高规格而生 它的外观是主流的薄边框电视 那边框大约是1公分左右 底座是V字形的对称底座 跟桌面接触的地方有橡胶直滑 那我在这边量一下尺寸 含底座的长宽高是112.5乘以70公分 那背面有标准的Visa壁挂孔 那壁挂套件你可以另外采购 那可以看到背面它有满满的散热孔 还有界面分为左侧跟下方 电源变压器内建在电视里面 电源线也整合在电视里面不可以拆 那放在电视柜里面可以看起来很整洁很干净 在下方左右的两边各有一组喇叭 那操作开关也在荧幕的正下方 再来我们打开电视看一下 目前的电视几乎都是Google TV 所以我拆箱后就立马看一下它的系统 然后就看到它的首页跟原生的Google TV OS不太一样 然后我就突然发现这批机下方有个熟悉的文字 诶 居然是Sync家电管加WebOS TV 这个不是LG独有的系统吗 然后我再看一下这支遥控器 诶 居然可以直接立在桌面上 然后它长的跟LG的招牌体感遥控器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就照着我的习惯去按一下中间的滚轮 你就发现游标真的跑出来了 而且它可以用体感操作 像大部分的长辈他在用遥控器的时候 只会上下选台跟音量操作 那现在的智慧型电视要用四项键 那需要长操作才会顺 那这一台有体感遥控器给长辈操作 就会看起来比较直觉 你就跟它说游标跑到哪里 就选到哪里就好 很直觉 很好教 那这台JVC50TG 它采用系统直接内建最常用的影音APP 比如说YouTube Netflix Prime Video Disney Plus 都是原生可以支援4K 那如果你进入到应用程式商店 还可以再扩充一些台湾常见的APP 比如说爱奇艺啦 Catch Video 利TV也都有 那以我自己的看电视的习惯来讲 目前内建的这些影音APP 其实很够用 那其他还有很多游戏啊 儿童教育资源 其实你可以在应用商店里面再找一找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面板表现跟HDR的支援度 那这边我直接拿Netflix来翻拍一些画面 来供给你参考 那用相机翻拍啊 其实会跟实际上有一些差异 那肉眼看起来真的是比较漂亮 那这台JVC50TG的画质表现啊 真的其实是堪称业界顶流水准 那它虽然是小尺寸的电视 可是因为面积小 又支援4K HDR的解析度 所以你在观看的时候它的单位密度会更高更细致 而且观看距离啊 因为是小尺寸小空间 你也离它更近一点 所以你会感受到它的画面细致度 那色彩表现也相当的浓郁饱和 而且它因为内建的是原生的 YouTube Netflix跟Disney Plus 所以它可以显示一些4K的HDR影片 而且支援HDR认证 那比如说你看一些Netflix HDR的影片 它就是可以原生支援 它只要有出现这个符号 就代表它支援 那如果你看YouTube的话 它就会多了HLG的HDR 那右上角都会跳出支援格式的提示 那画质相当的优异 那另外它也额外支援游戏的最佳化 它可以针对黑白延迟性去个别优化 如果你家里有Switch PS5 或者是接上桌机都会蛮实用的 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输入输出界面 一台电视我觉得至少要有两组HDMI 有三组最刚好 那这台JVC 50TG虽然是小尺寸 可是HDMI给了三组 还有一组是支援ARC 可以接Soundbar 那也有光纤输出3.5 两组USB 界面是相当的齐全 再来我们要讲到这一支 史上最好用的飞轮体感遥控器 而且它也支援手机遥控器 我相信只要有用过WebOS 都会称赞这一组遥控器 它跟一般的蓝牙遥控器 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它多了体感游标 那你滑动一下中间这颗滚轮 就会出现游标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任意在画面上 选取你要的项目 那传统的安卓遥控器 还要在那边上下左右按 这支不用 你直接飞过去 就像滑鼠一样 直接过去选就好 非常方便 非常直觉 而且这支遥控器 也同样支援蓝牙语音遥控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讲的 像这样 木下幽箱 好 有没有 就直接找到了 直接用缩的 就很方便 那中间这一颗滚轮其实也很方便 像你要刷频道 找一些频道的内容 就可以像滑鼠一样 直接用滚的 像这样直接滚 就方便很多 就不用上上下下 在那边按很久 那像现在大家手上都有手机 不管你是安卓或是苹果 那手机上面直接装Sync App 然后登录之后 你就可以连线这台电视 那App里面也有完整的功能 上下左右返回都可以 也有触控板 可以当滑鼠 那也可以语音遥控 数字选台都没有问题 真的是很方便 那这台JPC50TG 它支援三种手机的连接方式 那你可以直接用投放的方式 让手机的影片 直接转到电视上播放 也可以直接安装Sync App 用共享的方式或近设 那像这样子去分享手机的影片或相片 甚至直接让电视当做蓝牙喇叭 去收听手机的音乐也可以 再来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功能就是 它的遥控器可以整合数位机上盒 蓝光机或是喇叭 或者是电视盒的遥控器 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包含台湾比较常见的第四台 都列在里面 比如说像中佳啦 北都啦 大兴电啊 大致上都在这边了 那你把它设定好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用体感遥控器 去做开关啊 选台啊 音量控制 那全部都整合成同一支 就会比较方便 好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这台小空间神器 JVC50TG的一些特点 第一 它也是JVC设计制造 加上WebOS 搭上这个专五 蓝牙语音体感遥控器 真的超好用 没有之一 第二 它采用的是日系JVC面板 它的画质很优秀 而且4K HDR全面支援 那第三 它有超流畅的WebOS系统 那各种App切换快速不用等 那也可以登入Google账号 那第四 它支援的是原生Netflix认证的4K HDR 而且是完整支援 那第五 它有丰富的连接Io HDMI有三组 第六 它支援手机画面的投放跟进射 而且不管是安卓或是苹果 安装Sync App之后 就可以当作遥控器来使用 第七 是它的特殊功能 就是它可以把 机上核的遥控器 整合成同一支体感遥控器 这个是非常好用的 第八点最重要 就是它全机有三年保固 加全机到府安装 而且不加价 那你就不用怕网购买到破片 然后你自己去处理退案货 这台JPC 50TG 它的定位就是给预算有限 空间有限 或者是你想要添购第二台电视 不管是摆在家里的房间 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族群 双11块到了 如果你刚好有需要小尺寸电视的朋友 你可以去摸摸参考看看 那购买方式我就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对这台电视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